烏克蘭現在也很慘 打了這個代理人戰爭 就現在你可以看到 關於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就不斷的被攻下來 結果他們的烏克蘭女都軍還說 就是你們的總司令已經找好 你要全面撤軍的藉口 那你真的要讓全部人都是死在那邊嗎 然後另外也可以看到 有關於像是札波羅爾附近的這個地方 其實也不斷的進行打擊 俄羅斯其實也拿下非常多 24小時攻佔5個城鎮等等的 那另外波蘭這邊也是非常生氣 跟烏克蘭也有些雜音了 說你要把我們拖進跟俄羅斯的戰爭 因為呢 澤倫斯基說 波蘭根本不願意幫助烏克蘭 在烏克蘭領空攔截俄羅斯的飛彈 波蘭為什麼幫你 對啊 波蘭幫你攔截俄羅斯的飛彈 那波蘭是不是下一波被攻擊 是的 那波蘭被攻擊的時候 北約真的敢跟波蘭觸手嗎 不會了 你不自己找死 以前波蘭前段時間 哇好猖狂啊 加油我幫烏克蘭打 我派兵幫烏克蘭打 我願意戰爭 對不起到了戰爭後期 波蘭看到烏克蘭兵敗如山倒 他現在全部閉嘴了 對 我跟你講 久病無效值 這個今天一個這麼美麗的波蘭 變成一個廢墟的國家 誰要負責任 要怪誰 就怪你 責倫斯基跟你這些什麼女都軍 你們這個 這個波蘭政壇這些魂球嘛 烏克蘭 對 烏克蘭 就怪你烏克蘭的魂球 最早 責倫斯基跑去見這個 那個摩克蘭的時候說 我要加入北約 你要支持我 摩克絕對不行 好 他跑去見了拜登 拜登說 哎呀 加入是你的自由 歡迎你啊 他傻傻的回來就修改憲法 要加入北約 普天怎麼辦 你們逼他打嗎 我舉個例子 今天這個賴清德說 哎呦 川普當勤打電話給我 我現在開始準備台灣獨立 慘了 你獨立看看 你就有種就獨立看看 千萬不要 真的是害我們會害人 對 你不是逼習近平嗎 對啊 習近平已經是 大陸最大的鴿派了 你要逼習近平吧 對 一樣 你 普丁是鴿派 你要搞清楚 他裡面更多強勢的 對啊 你有沒有搞醜 對敵人認識不清 你獨裁 你把鴿派人當獨裁的看 你有沒有搞醜 然後好了 你現在怎麼樣呢 打成把國家打成 國破三合不在 城村草木不生 因為都被離過一場了 炸彈離過一場了 那你現在幹嘛 還吵著你獨軍 那個你獨軍根本就是什麼 根本就是巫婆 你看這個戰爭是非常殘酷的 從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局勢 另外一個呢 戰爭呢也 大家很揪心的 但是以色列現在看起來 因為川普回來了 他更有底氣了嗎 會更加的強硬嗎 比如說來看到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虎第一時間也致電 恭賀了川普現實 他真的會不會 非常開心在慶祝呢 也說我們討論了 伊朗對以色列安全的威脅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川普回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 以色列爆發大規模的抗議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以色列納坦雅虎 把他們的防長給 FIRE給解決了 然後呢 加蘭特就是他們防長說 有些立場 跟納坦雅虎不太一樣 第一個他覺得 還是要把人質給救回來嘛 以及呢 提示他也表示說 要徹查一下 到底為什麼呢 我們會被哈馬斯打 這些等等的問題 另外他也要求 極右翼的正統派男子 也必須要服兵役 這三點就跟納坦雅虎 非常不合 但是呢 川普回來了 納坦雅虎會更加的 更加的打嗎 更有底氣啊 其實 我們瞭解 在美國的猶太人 大多數投票給民主黨 少數投票給共和黨 包括川普拿到猶太人選票 也比較少 在民調上都呈現這個趨勢 但是川普已經比以前的 共和黨的候選拿了最多了 就是因為他覺得 我 故意挺一次以色列給你看 可是他對挺以色列 也不是說放縱以色列 不管教啊 他就明白跟大台會講 我就任之前你給我收拾好 所以現在趕快打的意思 對啊 你要打你趕快打 在我就任前 就不只在打 他意思是這個樣子 這當然是川普不愛管這個 的事情 那某種程度 你說好是好 說壞也是壞 好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 到明年1月20號 納坦雅弗是最後決戰的時機 那 黎巴仁南部就會很慘 然後這個 哈馬斯也會很慘 那對美國人根本 台灣都是筆尖啊 你那個阿拉伯人是什麼 筆低啊 他的觀念就是這個樣子啊 他根本懶得管你 阿以色列 你給我打 反正我支出你給我打 可是打完到這個時間點 不只再打 要停損了 他就是一個商人 就說你趕快買 買完了到這邊 停住開始賣 因為這個還可以算是在 拜登的任期 對啊 你看這很清楚 算在我頭上 有責任是老拜的 不干我的事 是民主黨 他整天可以在罵民主黨 對 然後對著這個 猶太選民說 你看我都挺納坦雅胡 叫他主持人家打 好人都要做光啊 對啊 所以喔 老兼聚啊 所以我他能幹的小人 一直都變錯啊 你看喔 你看川普 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呢 現在如果說 這個俄烏局勢 另外呢 這個以哈的局勢呢 他希望也有一些解決的話 所以納坦雅胡這個幾個月 看起來會不會更殺紅的眼呢 我們也擔心這個局勢也會擴大 但是你看伊朗這邊也說 不管怎麼樣 我們會堅定的回應以色列的攻擊 然後也說呢 會確定對他進行軍事行動 也提到說 我們大概會有400枚導彈 也有可能會反擊以色列 然後另外呢 華街日報也說 伊朗其實擁有數百枚的 這相關導彈等等 所以我問一下 委員怎麼看 伊朗說有多少 枚導彈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 伊朗到底有多大的實力 去擴大戰勝 我400枚導彈打了以後 那請問你 你能夠打中以色列幾個重點 那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你有多少的重點 會被以色列打 上次大家都假裝打而已 那如果真的要開幹的話 相互之間有多少本錢 這個雙方都要算一下 以色列沒有穩贏的 伊朗也沒有穩贏的 對 如果再加上 川普呢 這個很難講 川普最討厭的就是伊朗 對 川普是很情緒化的 拜登派軍艦勾擊之後 你看著就好 你看著就好 川普搞不好就 給我炸爛 你伊朗不是很倒楣嗎 你又倒彈 你打不到美國 對 結帥嘛 所以 我就覺得 你想想看 第一次 這個 有伊朗的重要軍事將領 蘇萊曼被 給無人機 給刺殺 誰下令的 就川普下令的 是 他對伊朗是不會手軟的 所以我是覺得 伊朗這個時候 還是聽聽中國的話 對 說 大家都溝通 都溝通 外交 用外交來解決問題 是 這時候不要 不要說 為了要支持真主黨 為了支持哈馬斯 那 連川普都不會為了支持台灣 去跟中國打仗 你去支持真主黨 跟支持這個哈馬斯 對你伊朗有什麼好處 你伊朗想當小霸王 你也沒那個本錢好不好 所以 大家開始收斂 靠會平安一點 對 那但是也是希望說 這個局勢趕快 緩下來 但是不管怎麼樣 因為川普回來了嘛 所以呢 他也真的也會挺以色列 但是呢 以色列 要不要趕快結束這個戰爭呢 也是希望 川普如果能多Push的話 會不會趕快達成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看到 納坦雅吾現在 第一個 有國內的大暴動 他也不care 那他也把他的防長 給fire 更別說呢 他換誰 馬上換的就是呢 他是更加強硬的 也就是他們的外長 變成了國防部長 他非常的極右派 所以呢 維雲怎麼看 他們現在更加的右傾 更加的民粹 對啦 因為局勢擺得很清楚 納坦雅吾他認為 如果他這一次殺到底 而且殺出一個成果來 他就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 他如果殺一半沒有成功 他將會變成罪魁禍首 所以這一場政治賭局 他只能贏不能輸 到底在這裡 那很恐怖耶 當然啦 當然啦 很多的國家的民族英雄 都必須在水裡來 雪裡去啊 對 因為現在納坦雅吾你看 如果說他沒有繼續打的話 他馬上就面臨下台的問題了 所以呢 你看他現在往右傾了 我把呢 更右的怎麼呢 來這個的外長 變成了我的國防部長 所以意思就是呢 在這極限 就是剛剛川普 維雲也說了 這一兩個月 我上任請你趕快解決吧 所以現在用力打 狂打 所以兩個會殺紅眼 真的別人都幫不上嗎 是 那這樣子這個局勢 美國聽以色列 然後一起陪葬 但我再問一下一點時間 問委員 那中國大陸 在這個中東這個局勢 會不會更讓大家看到了 才是和平締造者 中國 只能在事後想辦法去 安撫 幫忙重建 那個事前我認為 不要去介入這一局 事前不要 對 就是說做得給阿拉伯國家 心裡有感說 你是一個很溫暖的朋友 但是如果是 自己要去介入什麼事情 我覺得大可不必啦 對 因為呢 其實中東大陸在中東這邊 他也沒有駐軍 不過他希望用外交的力量 讓呢 這些迅尼什葉派 和解中東更加的和平 所以呢 才會再說 在這個局勢當中 大加分 姐妹們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他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 平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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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